还有非洲猪瘟病毒的肉制品呢 现在已经入侵到南台湾了 那麻豆一名成型民众家中 被查获了三个月室的月饼 然后呢检验之后呢 呈现出这非洲猪瘟病毒是阳性的反应 还有呢高雄警方23号呢 查获了16.1公斤的可疑越南进口的肉制品 其中呢荷叶包肉又被验出呢 这非洲猪瘟的病毒也成为了高雄首例 一大包的牛肉干鸡肉丝 还有外包装印上卡通小猪图案的火腿肠 这些从越籍女子家中查扣的肉制品 疑似从越南非法进口 而现在这包荷叶包肉 更被验出含有非洲猪瘟病毒 有问题的荷叶包肉从哪来 警方巡线来到大辽一间杂货店 老板娘表示 店内的荷叶包肉早就完售 含有非洲猪瘟的产品 恐怕已经被消费者吃虾肚 至于数量有多少人在调查 而台南麻豆一名陈信民众 家中也被发现有非洲猪瘟月饼 带子里这三颗月饼经过检验 呈现非洲猪瘟病毒阳性反应 他的说辞是他的夫人想要吃越南的月饼 所以就去网站上订购 陈信男子公称是越南籍太太在当地网站订购 对方寄到台北代购公司再转寄下来 情方根据代购公司的资料追查到他 至于月饼的制造商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查契人员也在永康查到一包来历不明的肉松 越南走私肉制品接连入侵台南高雄 爆发非洲猪瘟危机 越南同乡会呼吁大家注意来历不明的产品 你会不会很担心说就是网路上订到一些来源不明的 会啊 姐妹也会担心 所以从这几天不是这个议题很 闹到很飞飞扬扬嘛 那我们在一个群组的姐妹们都忽略姐妹啊 就是我们要盯着我们要知道来历的那个物品 吃紧口味的越式月饼包有猪肉腊肠 就怕怀念家乡味会吃出问题 现在已经有不少越南姐妹干脆自己做月饼 确保安全 记者中文报道